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呢 跟这个群友解答一下 追梦人的问题呢 是 陈医生 你好 我家男孩快要十岁了 差不多有两年体重都一样没有增高 平时什么都正常 就是体重不增加 有跟家庭医生要求验血 结果正常 你觉得会有问题吗 这个小孩体重不增加 男孩十岁 所以关于呢 小儿童这个生长发育呢 他有自己进展的一个指标 到不同年龄 他应该有一定的身高和体重 要根据普遍的人群有一个参考系数 但是呢 难免呢 有的孩子呢 长得快一点 长得高一点 重一点 有的孩子呢 可能小一点 可能轻一点 体重 这个呢 有多方面因素 受到影响 咱们先说一些属于医学上的不可抗拒的因素 首先呢 第一点呢 就是遗传因素 因为人长得高 长得矮 跟遗传基因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家长双方都是长得个子不高 那么就孩子长的呢 就不会太高 当然也有例外的 但咱们说大多数 其中呢 也是比较轻一点 这是遗传基因决定的 当然了 各个种族 人种呢 也有区别 比如说俄罗斯人 长得普遍都高 那像墨西哥人 普遍长得就矮 就小 咱们对于华人来说呢 应该不存在人种问题 只是说在这个同龄的人群里面 孩子呢 发育比较慢一点 比较迟缓 刚才说了 如果遗传基因没有问题 咱们再往下分析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呢 那就是属于内分泌的问题 你上面介绍了说在医生那里检查血都检查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检查的什么东西 如果只做的常规血液检查 叫Regular flat test 其实呢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它不表示你生长发育的一些指标 只是代表你目前的身体 基本状况 红白细胞啊 血脂啊 血糖啊 肝控性功能啊 只是这些基础的一些指标 它跟生长发育的关系不太大 如果要是说关于生长发育的指标 那一定是special flat test 要一些特别的血液检查 生化检查 比如说甲状腺素 垂体素 生长素等等等 不知道呢 您这些查没查 如果这些都查了呢 没有问题 那咱们呢 再考虑第三 所以我们诊断疾病呢 就好像警察的破案一样 我们把若干这种可能性呢 都给它摆出来 之后呢 一个一个排除 最后呢 找到这个疾病的本质 找到它的原因 针对病人去治疗 这样子呢 才能见效快 才能事半功倍 才能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刚才讲了两条 下面呢 就是第三个 如果没有遗传因素 没有内分泌激素代谢 这方面的种种的一些疾病 那么呢 就考虑它是不是消化系统功能的一个减推 这种孩子呢 他的通常身材比较小 但是呢 这还有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 就是他是不是食欲特别旺盛 是不是能吃 也能喝 但是也非常有劲 非常的好动 活活 虽然长得小 长得脆较轻 但是灵敏度特别好 特别active 就是他的动作呢 都要比别人快 而且呢 特别机灵 这种小孩呢 看起来就是很聪明那种 其实呢 这是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就说明呢 他的消化系统 吸收呢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个长个呢 有先长 有后长的 特别是男孩子 通常呢 发育比较晚 他比同龄的女孩子呢 发育要吃还很多年 就是男孩子 我们老百姓说 还没开窍 那么有的时候呢 他上初中 甚至上高中的时候 这个个子突然就长起来了 很快呢 就赶上同龄的这个小朋友 或者呢 超过他们 这种呢 例子呢 他们都见到很多 我中学时候就有一个同学 他在初中的时候 刚上初中的时候 就比别人还很多 后来等到了上高中的时候 觉得他比我们都高 所以呢 这个有先长 有后长的 关键是有没有这个生理上的一些问题 好了 第三种情况的第二个方面就不一样了 第二个方面呢 虽然也是体重不增加 但是呢 这个孩子呢 看起来面黄极瘦 看起来呢 很不爱动 而且也不灵活 反应也迟钝 吃的又少 而且呢 也不消化 经常扶胀 拉锡啊 或者有时候便秘啊 交替进行 非常挑食 这不想吃 那不想吃 好的呢 就多吃两口 不好呢 就不吃 甚至呢 就是偏好某一种食物 吃的特别多 就吃这一种食物 会造成呢 营养的不良和缺食 所以这种孩子呢 长不大 长不高 这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属于治疗方面的问题 我们需要介绍治疗的 那么 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 我们呢 就要改善第一个 改善他的饮食生活习惯 有的孩子呢 天使喜欢吃零食 喜欢吃那个咖啡之后 那么呢 就要改变饮食的习惯 第二个呢 要改变饮食的 这个摄入的比例 你要产生化物啊 蛋白质啊 脂肪啊 摘味素啊 合理的这个摄入 所以这个是呢 饮食方面需要改善的 那么第二个呢 需要积极治疗 治疗呢 这方面呢 我们有小孩推拿 别看小孩推拿好像不觉得怎么样是个疗法 其实小孩推拿呢 小孩特别效果好 而且容易接受 你说给小孩针灸吧 一般都不愿意 小孩都害怕 不愿意 也不配合 但是呢 小孩推拿就特别好 其实我们在后配上有几个学位 进行点下揉按呢 最后呢 小孩的脾胃就会明显改善 那这部分我需要 我说需要治疗的呢 主要是脾胃消化功能 肠道的这个功能比较弱 所以呢 他就不想吃东西 没有食欲 甚至吃了呢 他也不消化 或者说呢 消化不了 有的孩子呢 吃苹果呢 大便就有苹果皮 如果吃这个胡萝卜呢 你看到大便里头就有一些胡萝卜颜色的 这个食物参加在大便里 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 这种呢 一定要介入来治疗 终于呢 还有一个诊断叫小儿肝肌 小儿肝肌啥意思 其实就是营养不良 但是咱们目前现在呢 没有真正因为食物缺乏而导致的营养不良 都是这个孩子的也是习惯不好 不好吃饭 导致的营养不良 那我们呢 传统的有个学位呢 叫做私奉学 在手指上 做一个做一次深次治疗 或者两次 通常会在治疗时候 能挤出来黄水 如果把黄水挤出来了 这个病就好了 但是呢 这个现在呢 因为这种paste非常少 不是特别 而且很多孩子和家长也不愿意接受 必然是冻针了嘛 要放血了嘛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可以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方法 下一个呢 就是中药 我刚才讲了一个小儿肥囊 一个针刺放血 私奉学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药 中药呢 是一个小孩也是比较适应的 给你小孩的情况 配点小药 也可以水煮 也可以吃这个粉末 面 这个粉剂 散剂都可以 那么呢 每天重复 每天喝下去 这样呢 对它调理健全 它的脾胃 是有很多的防止和改善 因为呢 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脾胃好了呢 它能够吸收食物中的营养 因为你所有的能量 我们说气 都是从食物中来的 如果你不吃 或者吃了吸收不了 不能把食物转化成气和血 转化成营养素 转化成能量 那你呢 这小孩也长不了 也没有劲 也就比较虚弱 看起来呢 好像 看起来呢 就是先天保育不全 这种情况 当然 这个也有考虑先天方面 我刚才说了 根据遗传嘛 就是我们一点一点排除 最后呢 一定是落到这个消化系统上 那消化系统怎么调理 那叫针对这个具体这个孩子 是哪个方面 是痞的问题 还是胃的问题 这个呢 这俩还不一样 那我们来判定 之后呢 处方也不一样 这个呢 太专业了 我就不太讲了 如果这个妈妈叫追梦人 如果要是真有兴趣去治疗孩子呢 哪天带过来我看看 之后呢 根据她情况 采用适当的办法 应该呢 也是能调理过来的 如果要是前面说的那几种原因 什么遗传了 内分泌了 内分泌垂体疾病 我刚才说也是需要治疗的 但那个治疗呢 效果呢 就不如刚才我说的这种呢 效果好 那个属于也可能是根据某些遗传疾病 或者是在先天的时候造成了某种伤害 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吃了什么药 导致了孩子呢 发育不全 这种也有 但这些病可以说都是非常难治的 只有说我说的最后那种 因为消化功能的一些障碍 那么小孩呢 就比较容易治 我再总结一下 我们最好能治的这一类 就是说因为消化功能导致的 他的小孩的体重不长发育吃坏 那么第一呢 改变小孩的饮食习惯 刚才说了两点 第二呢 积极的中药推脑这些治疗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 主要还得加 十岁的小孩呢 也应该懂得很多事了 就是说我在跟这些小孩交流的时候 让他懂得道理 那么他呢 明白道理以后呢 他就会自觉的去改变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那么呢 他的这个症状改善呢 就会更快 我不知道对妈妈是哪一 孩子具体是哪一种情况 所以呢 我给不了具体的建议 只能从宏观上 从大的方面做几点分析 供您参考 这个问题呢 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 麻烦 吃饭 尝尽 这就是 看不语 吃你